大概是下午2點開始 高雄又開始了風強雨中 而且這風似乎比早上還要強烈 剛剛我們站在這個旗樓下幾乎站都站不穩了 而且看出去整片白茫茫的一片 很看到現在在高雄市的中正路上 這裡一排好多的很大顆的路數幾乎都倒了 所以造成這些要通過的用路人根本沒辦法行走 而事實上這1點40分的時候 山土耳颱風是從高雄的小港來登陸 而在登陸當下大概是12點半到1點多之間 那時候感覺天氣似乎有變晴朗了 沒有這麼多的強風暴雨 但這都是假象 因為颱風也過後 現在有更強的一波的風雨是直接撲襲而來的 所以從現在開始又再次感受到了颱風的威力 強陣風有10機以上 幾乎連人站在旗樓下站都站不穩了 更何況是在馬路上的機車還有汽車呢 所以也提醒民眾現在高雄市區有非常多的路數倒塌 以及鷹架是這樣子被鐵皮整個被吹仙開來的 所以在上路的話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也提醒大家沒事真的不要出門 好啦 我真的會見到沒有足利嗎 我真的會見到你 要不應該的